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有些很簡單的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還有一些是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接觸到 就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意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 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天氣真的很冷 突然趙降 令到很多人都容易生病 尤其是今早上也看到新聞報道 說香港的冬季流感 在九天之內殺死了十個人 有十個人是因為冬季流感而死亡 而聽到在英國那邊 也有一隻澳洲的流感在肆虐 究竟感冒流感的時候 醫生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好 在外國 大部份人當年有傷風感冒 通常醫生沒有什麼藥 因為自己休息一下 喝多點水 當然我們在香港 和亞洲地區 大陸 台灣也好 那些人一遇到這些傷風感冒的時候 很大陣去企圖去治療 而結果你要看到 譬如在香港沙士期間 其實流感每年都會出現 有季節性的 但通常都會有些人死的 在美國每年死亡兩萬多 香港其實都有的 不過傳媒有時都不報道 因為始終死亡率是正常的 但只不過呢 當你有一種特別厲害的 好像以前的沙士 你有一種澳洲流感 那就是說 死亡率是比較多些的時候 那些人就警惕了 就會多些說了 提醒那些人預防 但是怎樣預防呢 是的 問題就是 一般人知道這個事情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 歷史上出現的 近代事件 1918、1919年 那個所謂西班牙 Spine flu 那個豬流感 那當時呢 在延半裏面 流感是三波地出現 就是來一輪 哇!很多人中招 其中呢 很多人就死了 那接著呢 就慢了幾個月 接著又來 差不多 就是三波 每六個月大概這樣 那來一來 那結果呢 就是死了很多人的 那當時呢 那麽可怕呢 因為當時的流感呢 那些人呢 是很短期間就死了 例如可能是 早上好地地的 那天然後呢 到了晚上晚上 第二天即死了 那這樣 那幫忙幫忙 當時整個世界呢 很驚人 那裡呢 那當時又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無論了 何時那些 發生會的流感呢 是些年輕爲藏士兵 嗯 18、20歲 21、22歲那些士兵 那些 Mart 嗯 就不是那些 我們我們經常以為呢 是老虐 就是寶寶ückt 仔仔啊 小伍生護者 那些 其實當時流感的 中招死亡的人全部都是年轻的人多的 不是老人家多的 所以跟我一般的认识有问题有矛盾 在香港最近有多些报导 这篇文章九天里面写了十个 前一段时间我也看了一篇文章 不知道有多少人入院 但他提出一个很有趣 他说其中一半的人是打了流感针的 难得他肯宣布这个事实 一半的人是在入院 入院即是严重那些 普通诊所那些都不会有纪录 医生都不会问 即是严重流感入院的病人里面 竟然一半是打了流感针的 你觉得香港有没有一半人打流感呢 就是没有的 正如我以前所跟大家分享的 外国的最近的资料 这些资料其实不是我 我不是一个研究人员 我只不过跟大家分享 我在外面 在接收到的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健康的资讯 那最近的外国的资料说 他说流感针打过的人 他中招机会更高些 而且他说今年打了 明年的中招机会高了 不是少了的 而且当你有流感 你病情的严重性 是严重过没有打过针的 那一头 大家听回我前几个月所说的 那些 那些都是最近在外国发表的资料 那些东西 香港已经实现了 体现了 为什么进去那些严重的人 一半是打过针呢 是吧 所以你都看到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没有特效药的 所谓特敏福那些 都其实不是证实 真的有效的药 那很多人 就无端端吃特敏福 有出现那些自杀经向 那些问题会出现 那在外国呢 很多时候 当你有发烧感冒 一般的医生都会老实跟你说 其实是没有大效药的 你不用担心 你最好就是自己回家睡觉 休息一下 喝多点水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东西 因为吃东西会增加你消化的负担 就是会消耗你很多能量 身体消化 为什么很多人吃了之后 会发起工心呢 那其实其中的原因就是 我们吃东西那时候 其实很多能量是用在消化的程序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在香港呢 在香港呢 一般人对那个医学的常识 是很错误的 那如果你的医生不给他开药呢 他就觉得医生很差的 那他就会找第二个 没可能 没可能没有药 他会找第二个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看到很多文章 那当然台湾有些分享的文章 那有医生都说呢 其实不是我想开药 但如果我不开药 那病人就会去 第二个医生的诊所去问 就是他找到一些药为止 因为大部分人呢 是真的对健康的错误 认识是很多谋误 很多错误的 那样 好了 我一下下跌 我今天突然间要上这个 讲解题谱呢 今天早上 我收到一份资料 就有个病人跟我说 他说 我朋友有个女儿 那他就大概 之前和你看过你 关于皮肤的问题 看过你 过几月之前 但今天呢 他突然间要高烧 四十度 那样 那他当然 他们都逃跑了 那他那个老公呢 那个新闻仔的爸爸 就坚持他入医院 入医院 那当然啦 我们这些病人 很多时候知道 医院是很危险的地方 通常呢 没有什么特别事 千万不要进去 因为之后呢 什么病都可以感染回来的 好了 他问我怎么做 那因为今天星期四呢 他知道我呢 就是不看病的 那我就花点时间 做一些录音 那我就跟他说 我就觉得 算了算了 你预约吧 你预约的时间 我几个小时 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那但这个电话呢 就令我上气了 就是其实呢 真的很多人呢 都是不明白 发烧呢 其实是我们的朋友 那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很久很久之前的了 已经说了 发烧事有事的 那希望大家呢 就重温回这个节目啦 因为你能够发烧呢 你的很多病菌呢 就可以被你消死的 身体 身体当你的温度呢 是提升到 38.5度的 就是稍为高一点的时候呢 你那个身体的免疫能力 是增加一倍的 嗯 OK 那即是 那即是 当你 什么原因也好呢 病毒啊 病原体啊 进入了血液里面呢 身体就立刻启动 免疫的能力的 那他第一线 身份仔 身份仔那个 为什么这么容易发烧呢 因为身份仔的 免疫能力呢 是未培训得好的 是 就是他白血球又 打仗的能力又 打得少 不是很懂得打的 所以身体呢 唯有用一个 最原始的 启动的防御能力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发烧 希望呢 是将那个病菌呢 病毒呢 是消死的 那 所以我曾经所说 当温度升到38.5度的时候呢 免疫能力是增加一倍的 那当温度升到40度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病毒呢 都会被直接消死的 你记住 为什么你发烧呢 因为你的身体呢 用温度呢 是消死病毒啊 所以 为什么那些人 一看到发烧呢 就怕呢 要打完退消针啊 吃了退消药呢 那其实呢 就是帮病毒忙的 将身体呢 是进入了 嚴重一点的阶段 ok 那所以呢 我们 如果我们一般人呢 只要 喝足够的水呢 身体就是不会出现消灭的问题的 嗯 这个水 水能自白病呢 我们这个节目 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很多集的了 Dr.Bakmangeli 是出了一系列的书 也翻译了中文书 他有一个组织呢 是专门推药 喝水自白病的科学技術 是呀 网上也有很多这个 就是 也都把Dr.Bakmangeli的资料呢 就是水自白病的那个 也都上了榜 所以呢 其实呢 为何在外国人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 喝水咯 是不是 因为真的 你要 水是真是可以医到很多病的了 好了 那现在的人的健康的问题 为何会那么大件事呢 就是香港 虽然说香港的人呢 那个 那个 寿命呢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了 现在是No.1 那些人就以为 因为我们的医疗设施好 我们的救伤车来得很快 是的 其实呢 当然不是啦 是不是 医疗设施的好 比美国 是不是 美国医疗设施的好 那个能力 当然比我们好得多 什么鬼都 相信过我们 就是不会比我们差 但是 你的美国人的健康状态很差 美国人的寿命 一般都不是那么高 好了 香港有其他原因 我稍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为何香港人会真是长寿很多 简单的原因就是 健康的最关键就是心境 香港的人呢 老人家呢 不是那么多是很孤独的 因为香港地方小 大家老人家很懂得找节目的 一起去玩 一起去行山 一起去游泳 我刚刚昨晚才去探访老人院 一位98岁的老人家 是可以和那些现在时下的歌手 加弃歌的 很厉害 唱得非常好 中气十足 是的 所以其实呢 一个社交 我叫情绪那方面呢 的满足是一个主要健康的原因 在我们病人里面 大部分的癌症病人 多数有情绪 我没见过很开心那天有癌症 多数有些屈结 有些什么原因 当然了 生活方法 饮食习惯 是主要导致癌的 很多病的主要原因 但情绪是一个 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 是的 在那个沖繩岛 他们做访问的老人家 老人家为什么这么长寿呢 早年是沖繩岛是世界上的 唯一一个 不在高山的长寿村 是的 他发现的其中原因 当然是他饮食习惯之外 他们是很多老人的 那些组织 团体 他们很开心的 尽管是这样 唱歌 老人唱歌 他有很多聚会 这个是其中的香港 为什么老人家 会这么健康的原因 好了 好了 说回了 现在我们的问题 出现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对很多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治愈的能力 是完全不认识 对身体完全没有信心的 对所有症状出现 他都好像觉得是不好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为什么要打痴 打痴 打痴 当你的身体有些脏 痴癌 花粉 或者病毒 之类之类 进去鼻腔之后 身体第一防御的机制是如何 就将它 打痴 想趕回 噴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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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幸运 那就进去了 就是打痴 噴不及了 它慢慢进去了 那你身体会出现什么 为什么你的伤风 会怎么样 会出现什么症状 是流鼻涕 对不对 你会流流流 起码 将病原体病毒 洗它出来 对不对 到那个 即是 再深入去了 去到脂器管 去到那个 呼吸道脂器管 那时候我们身体 能够再做些什么呢 能够再做些什么呢 就是将它 咳它出来 就是了 深入了 就想咳它出来 是的 但我们很多人以为 咳是病 是吧 立刻就要吃 止咳化痰药 大量的抗生素 那基本呢 是 本来要 身体要将那些 病毒排出来的 那个机制呢 是强行赶回去的 那于是 将身体逼入 是 再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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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问题了 嗯 哇 这样呢 又说下去呢 我们都 我们还有排 可以 就是相对 袁医生还会 再分析一下 病的 深入去程度 那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段时间差不多 那待会回来 我们继续回今天的 自然疗法与你 那今天有题目呢 就是 为何外国人在感冒的时候 医生只是建议他们 喝白开水呢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 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今天的题目 就是 为何外国人在感冒时 医生建议自己是喝白开水 余医生在上一节 已经说过 其实我们身体有一个治愈的机制 例如刚刚说的打癡ieni 咳 但是一般人 就将这些自我保护的能力 就变成了一个病 就想试图快速收复 去搞定它 使得跟身体继续深化进去 就是 picks för病清 更加深化 可否跟我們再說會有什麼影響 再怎樣影響我們的健康 好 簡單來說 當你雙方感冒 真的會出現什麼反應 第一個就是打癡 流鼻涕 電台會咳 再繼續下去 通常會什麼呢 人們會覺得累 沒力 沒精力 沒胃口 不想吃東西 其實是說什麼呢 是身體告訴你 真的需要休息 集中體力對抗入身體的病毒 但是很多人在這個時候就擔心 哎呀 嬸仔沒有胃口 怎可以了 有病 往往就要逼他自己吃點東西 以為要吃點東西來增加體力 而身體知道吃東西是要用很多能量去消化 身體不想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身體告訴你 你不應該吃東西 你最好就不要吃東西的 增加多點飲水 吃多點蔬菜汁 那就是最好的了 譬如好像我們觀察到 人類有病的時候 可以再看看醫生 但是當動物 受傷 有病 動物能夠做到什麼呢 只能夠做什麼呢 通常如果動物會懂得去吃一些野草 其實那些野草其實是藥來的 現在大家有宗教信仰 我經常都會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有宗教信仰 真的信上帝 信神 其實在聖經上都會講完 地球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神已經給了我們 但是有多少信教的人 真是信神 真是信上帝 真是信神已經給了我們 很多時候還是用了那些白鶴藥物 其實我們的動物有病的時候 牠就會斷食 就會絕對進行一個全面的休息 連消化的力量也不要浪費 休息 這個身體就會加速身體的康復 我最近有個朋友 趕工作做 因為牠有很多項目要做 突然之間 慘了慘了 我十幾號之前 有幾個項目 那些人就訂金都給了我 但是我就傷風感冒 哎呀 我沒有力了 又不想吃東西 那牠問我怎樣算好呢 當然牠有很多自然的工具 兩三天都可以康復到的 吃點療劑 吃browney 吃醬斯麵之類 那牠可以康復到的 但是我解釋給你聽 你記住 其實身體已經告訴你 你是需要休息 你需要休息 需要令你病 需要令你感冒 因為你的身體呢 其實身體告訴你 你是要休息的了 我現在令到你 是迫你休息的 那很多人就 哇 不行的 工作太忙 壓力大 那很多時候都是的 病人都跟我說的 我一壓力大就病了 那其實身體介紹給你聽 你處理不了壓力 你要退一退 退一退下 那身體呢 其實呢 所有的所謂病症 其實就是我身體一種企圖幫你的手法 那在感冒方面呢 剛才所說 沒餓死啦 沒塊through 沒甚麼事 那就發燒咯 正已講吧 那當然的很多人 發燒之後 很多人會出現這個情況 發燒時候 或者傷風感冒之後呢 然後呢 就長期咳咳咳咳b 那為什麼呢 其實到時候呢 其實是一種敏感咳咳b 一種一種敏感的 其實身體呢 亦都會把血液裡邊的病毒排出去 而有時候會產生皮膚的敏腸感 但很多人遇到这些过敏的情况 有皮肤出现敏感 会擦药膏的 其实身体想排出的毒素 又打回身体 又打压下去 身体为了保存大局 将血液的病毒和细菌聚集在一个地方 结果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种红肿的反应 有时皮肤可能有发炎 我通常遇到这些情况 又吃大量的消炎药 大量的抗生素 其实帮谁呢 是帮病毒亡的 身体没办法 又进入一个阶段 下一阶段就是溃养 身体很有智慧 在发炎的地方 烂了之后 都不能让病毒亡走 在这个原料不足的话 身体就将溃养的地方 出现纤维化 烂了些东西 例如我现在看过有个乳癌病人 乳癌整个是腫了 硬了 以防有大肿瘤 怎么算好呢 但幸好它体质还好 它也没有进行化疗电疗 体质还好 我用这个治疗之下 你可以看到乳癌的大块肿瘤 整个乳房都硬了 慢慢地就化萌了 溃养了 有血水滲出来 希望足够的时间之下 它会慢慢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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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纤维化 硬化 疤痕化 身体将沽阳的地方 沽阳之后 将它用疤痕包好它 困住它 令到病毒都不可以那么好动 很多时候 人们遇到这些情况 又有大量抗生素 大量抗生素 令到身体硬化了之后 下一步就进入再下一步 硬化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癌症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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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身体在这个 要唯有适应新的环境 只能够突破 其实癌细胞是身体严重 缺水 缺氧 缺营养之下形成的 由一个癌细胞 发展到一个绿豆那么大的肿瘤 其实要多久呢 十年 十五年 由一个绿豆 变到发展到一个鸡蛋 只需要一年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呢 其实在潜伏区里面呢 已经存在了很久 但是你不发觉的 但当你一发觉的时候呢 它就会大得很快 就是这个道理了 潜伏区里面呢 十年 十五年 但最后变成鸡蛋那么大 就一年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往往呢 那些人呢 是到癌症的阶段呢 才突然之间 听身体的讯息了 就开始去做些事情了 那当然呢 如果你还是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呢 那你还可以 就是克服这个癌症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用一些 开刀啊 化疗啊 电疗的时候呢 这些全部是一种 很伤身体的医疗方法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被病人折磨到死的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呢 当然 大家都会想到啦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癌症病人的 那不是说我们过到这里 有些第四期啊 是 我只能够令他呢 是活得久一点 是 舒服一点去过 但是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都不接受的 就是不明白的 到了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是好好地平稳了 但是当然呢 都未曾完全康复了 很多人呢 做了一段时间呢 那就又走回去 化疗电疗呢 那就看到他死得很快 死得很惨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 遇到这个情况啦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我只能够呢 是尽量呢 是教导大家呢 去了解那个 那个治疗的真相的 嗯 大家都听过 有一个日本的医生呢 江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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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当然说是 治疗是说西洋的医法 是是是是 不是代表其他 可能更加有效的医疗方法呢 是是 那么他说呢 基本上呢 90%呢 你医和不医都差不多了 就是用传统那些西医的方法 是 开刀电疗法疗那些 那其实呢 就不是差不多的 其实呢 是你用传统方法呢 是死得快一点 是 好了 那么这个是谁说呢 死得快一点 这个是一位加州大学 那个Dr. Harding Jones 南交州Berkeley大学的一位 生物物理学的教授 那么他综合了癌症的数据 那么多年的癌症数据呢 他最后结论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去治疗那些呢 给那些什么都不做的那些呢 什么都不做的那些呢 他的存活呢 是高达四倍以上 OK 那就和这位 这位日本医生所说的一些 有些出入 日本医生说呢 是差不多了 其实不是的 你不搞他呢 是比较多一点 嗯 好了 那么他就讲一些药物的真相 他说止痛药的问题了 他说止痛药呢 其实呢 是忽略了疾病的警信 嗯 而造成呢 是那个 免疫力的治愈能力降低的 那提高罗患癌的可能性 是 为何现在癌症那么多 嗯 那么其实止痛药呢 是其中一个一个 一个原因来的 一个催化 好了 好了 喂药 抑制胃酸的分泌 导致消化能力下降 而止妨碍那个营养的吸收 很容易呢 是出现呢 是那个 抢癌发炎那种感染的病的 嗯 那么现在当然了 现在最伤胃那个呢 就是抗生素 嗯 因为抗生素呢 是会将我们的身体那个 那些细菌呢 就是那些好菌 是全消掉的 那么最近呢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 这些都比较新的资料 其实现在的新的资料 认为呢 腸里面的那些大腸里面的益菌呢 是控制 就是主导我们的健康状态 包括我们的脑袋那方面 是的 是的 治病症的那个Dr.Wayfield呢 是一个英国的腸胃科的医生呢 都在无意中发现了呢 原来治病症的小朋友呢 很多腸胃呢 是已经是破坏了 有了一些所谓的 那个腸瘤的症状 那些食物呢 未经完整消化呢 就是进入我们的脑子 就出现很多的治病症的症状 好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安眠药了 他的安眠药呢 会造成白血球功能降低 免疫力降低 出现痴呆的症状 也都容易 就是容易呢 变成药物的依赖 大家都知道了 是 吃安眠药的人呢 吃到最后呢 他不能停止的 是 他肯定他一停 他完全不能停止了 要吃的份量更多 没错 好了 退消药了 是不是 也都助长病毒的攻击力 感冒迟迟呢 是很久都不会好 导致体力流失 免疫力都降低的 那我最近有个病人呢 他说回一个历 一个历 一个经历的 那他大概都是七 大概八年前 十年前呢 他呢 就是 是打了那些流感针 嗯 一打了之后呢 他就流感了几个月 嗯 身体呢 当然呢 跟着又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搞到他身体就越来越差的 那这个就是说他 就是在他病历里面 看到这个的经历的 嗯 好了 那那 降血压药了 OK 那会某个程度呢 是 就是会 压低我们的活力 令到我们 集中力差 脑袋不清醒 脚部不稳定 排尿困难 这些很多人的老人家呢 就是吃些 降血压药呢 就这些这样的症状的 嗯 好了 降胆固醇药了 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好像2016年4月份呢 美国的FDA 已经成形了 是 钢固醇药是不是一个问题 是 钢固醇药的原因 为何那麽大的问题呢 原来呢 它是抑制我们身体的 那个父母Q10的的的的的的产生的 那 那 那 Cocotene 相信香港人都goten 是 是帮助我们的心脏的 是 一种的 一种的 一种能量的 嗯 加强我们的心力的 但是 但是 胆固衰就会消耗我们的肌腻 你可知道是怎样 相对心脏的活动能力就会容易产生心血管的问题 其实越早知道药物的真相就越好 药物越吃的病就越难好 这是日本出名的得长名医 这就是肝本御医师说的 我们又知道了 其实有些我们身体发出所谓的病症 其实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治愈能力的一个警号 我们要好好地去认同、认识这些警号之下 而作出一个适当的处理 最简单的就是保持我们经常喝水 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身体发出一些什么病症的时候 首先要我们喝水 先喝水看看能不能解决 然后我们再寻求另外一些自然医疗的方法 不是和身体搞对抗的时候来做的 大家可能在网上都收到一个讯息 这是一位艾伦格林伯博士 他说他是作为一位退休的医生 我可以诚实地说给大家 除非发生严重的意外事故 最好的长寿方法就是尽量避免去医生和医院 除非你十分幸运 有自己的治疗疗症 否則最好的方法都是學習營養學 草藥 或者其他天然藥物的方法 幾乎所有化學藥物都是有毒的 而且只是為了治療症狀 而不是治癒任何的人 這就是一位退休的醫生所說的問題 應該是Alan Greenberg 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這個資料在網上流傳 大家可能也有機會接收到這個訊息 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袁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我們需要更多的湖匙 不足的網址 但會不會不足 因為現在我們會有詞 再次回到網址